大家好 2021年2月2日第四部视频 在1月31号 英国针对持有英国海外护照 也就是BNO护照的香港居民的新政策开始实施 这个中共马上就反映 说不再承认BNO护照 然后从垃圾堆里 扒翻出他那个说是作废了的中英联合声明 和香港基本法 说是那个什么呢 这个已经作废的历史性文件 顶上说了这个英国在97之后 不再对中国公民 香港公民发放这个BNO护照 你看你怎么又乱发 这个有朋友问 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您不是中国说是这个作废了的历史文件吗 是 这个作废了的文件呢 这个最终解释权是归中共所有 中共说他什么时候作废 什么时候作废 说他有用就可以从垃圾堆里 啊扒翻出来啊 随时可以解读一番 挑选一段啊 来对你指三到四啊 这个挑一些法律上的毛病 这样中共说怎么 这个英国这种方式怎么进行应对呢 说是BNO护照 中国不再承认 同时 香港居民持BNO护照 不准办理登机 不准办理出路径 那这个消息传来 有的朋友可能紧张 其实呢 专家解读了一下啊 这个专家不是中国专家哈 是海外专家 还是可以信赖的 说他的象征意义更大于实际意义 因为香港居民可以持 这个香港护照 香港居民身份证 这个去香港免签的国家 或者是直接去英国 或者是其他的国家 有签证呢 可以直接免签的 就直接走 没有的话 可以去免签的一些其他国家 像英联邦的一些 像岛屿啊 和南美洲的一些国家都可以 从那里再持兵护照 去英国就可以了 所以呢 就是完全不必在香港离境的时候出事 所以他的象征意义大 只是中共的这么一个叫嚣罢了 那个他也没什么办法 只能这样 我记得在1月1月20来号 我做过一期节目 就是香港居民现在要未雨绸缪 呃 不要心存幻想 不要做这个温水煮青蛙的牺牲品 不要有这种幸存者 这种虚幻 就是以为 这个暂时限制不到自己 以为中共这个不会说是马上 把兵人护照怎么样 把香港居民怎么样 这个顺心万变 这个顺心万变 你还是能走 抓紧走 只要是英国的细则一实施下来 马上就申请 马上离境 资产呢 呃 我个人建议啊 当然是您看您个人 我个人建议是 这个 不要怕 建卖了 不要怕处理的便宜了 能处理处理 至于工作呢 呃 现在这个新的英国诗细则已经出来了 也不必太担心了 过去是冰用护照 只可以到英国逗留五个月还是六个月 现在呢 可以就是直接申请长期居留 同时可以在那里申请工签工作或者是生活或者是学习上学求学这个都可以就是完全放开了 时间也没有什么限制了 呃 同时呢 现在也可以申请的时候呢 在网上申请就可以 好像是自二月份吧 可以自网上可以申请 不必再去大使馆领事馆了 呃 有很多香港居民 有的像有一对看到的一个例子 就是一对香港夫妇呃 都是香港的公务员 呃 现在呢 以在香港政府做公务员 当做自己的耻辱 尤其是前几天 这个中共要求所有的公务员要宣众 要宣示 效忠这个国安法 效忠基本法 效忠这个香港政府 伪政府呃 其实呢 变相呢 就是效忠中国共产党 效忠社会主义啊 这个 他对他们的冲击很大 他们夫妻呢 是不愿意效忠 不愿意宣誓 不愿意签这个字 人为签这个字既是一种耻辱 呃 又背叛了香港居民 香港民众 同时 这个签字有可能会成为人生的污点 呃 变成以后 这个去海外生活 签证 签证 或者是办理手续的时候 成为他国政府 对他们的一种制约 就是你签过这种字 就相当于就好像是共产党员宣示宣示于效忠共产党一样 有可能会阻碍移民 阻碍去他国 呃 所以这种宣誓 出来之后 他们夫妻俩更是坚定了 马上离开中国的这个念头 本来还担心 这个去英国使馆 使领馆 就是申请BNO 害怕在那里被那个 这个中共派去的间谍 情报人员 把照片拍下来 被认出来 因为中共的这个人脸识别很厉害 现在这个手续也简化了 这个只需要在网上申请就可以 好像说是马上这个手机APP 英国政府的手机APP 也也马上就要退出了 这样以后在这个APP上 就可以申请BNO护照 便利性大多了 现在总体来讲 既好申办 又安全 又有这个隐蔽 办了之后呢 到英国呢 过去的拘留时间 也延长了 同时呢 待五年之后 你就可以申请英国公民 在这五年之内呢 你可以工作 你可以生活 你可以学习 孩子上学 各方面的事情 都有保障 这基本上 就是解除了香港人 以BNO护照 移民英国的一个所有的后顾之忧 这个中国推出这个象征性的惩罚 据有一些记者去访问 各大航空公司 是不是马上就要执行 这个在出路径的时候 不允许BNO护照登机 离境 有的航空公司 说是没有接到通知 有的说是 还得等细则明 那个 细则明细下来 等这个公司的通知 也有的呢 说是要执行 还有的呢 是面上说是等通知 不知道 但实际上 内部已经下了文件 不允许再以BNO护照登机 每天的变化都不一定 所以呢 就说是香港居民 如果要离开的话 最好是打听一下 这个离开的亲友是怎么走的 以什么证件 自己呢 也最好是文拓起见 没有什么很明确消息的话 还是以那个 买一些去别的地方的机票 这个 以这个香港居民的 这个身份来离境登机 到了第三地 然后再换用BNO护照 去英国 英国政府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消息 说是每分钟 有5本护照在审批 这是速度非常快的 现在几个月 就一两个月 就能顶过去一年的审批量 非常非常的快 非常非常的 这个多 这个量 英国是非常欢迎 BNO护照这个持有者来到英国 这既是出于道义上 对香港市民当时 这个签订中英联合声明 把英国苏界 还有歌让的英国 英国占有的这个香港苏界 和歌让所得到的 实际的英国的这个 所占有的香港土地 还回中国 或者是送给中国 这个 所对上面土地上 所这个生活的 金民所做的这一种承诺 他们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英国是这点做的非常棒 可以看出来 他们政府 无论是对这个 本国 还是对这个海外殖民地 这个民众的这种 道德 约束道德标准 是值得各国政府学习的 同时呢 英国也是出于这个 经济利益 香港移民过去 会带来大量的这个 技术人才 会带来高素质的这个人口补充 还有大量的积攒下来的 香港的财富 据称是有40多亿吧 我看一下这个材料哈 据称是有40多亿 这个29亿 29亿英镑 约合40亿美元 这个随着这几年 这五年以内 大概会有个30万左右的 香港居民过去 但是呢 这个数据呢 只是英国内政部的一个 估计30多万 后来这个 据一些这个调查公司 独立调查之后 感觉有可能会大大超过这个数字 有可能五年之内 会达到200万左右 甚至300万左右的移民 也就是说 如果中共不采取一些 卑鄙下流的手段 没有什么国际上重大的事件变化 香港会迅速 有一半的人 一半的人 给逃离香港 逃离这次 这个 已成为 中共沦陷区的这么一个 一个地方 这已经不是一国两制 这已经不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地方 这已经成为一个 中共的 治下的 一个没有自由 没有言论 没有人权的 这么一个是非之地 如果一30万 估计会带来29亿银磅 约合40亿美元 如果要是真的是达到300万 那会带来多少钱呢 这个数字至少放大10倍吧 10倍的话 那就是要带来400亿美元 但仅就这32亿 32万人 英国估计是29亿银磅 40亿美元 那个美国呢 有一个估计 美国估计大概是在这几年 从香港会流失 这个750 至少750亿美元 我估计 这个英国的估计这个数字啊 有点保守 可能是不想 这个让澳大利亚 美国 加拿大 新西兰 这些国家 这个 引起太大的 这个刺激 希望呢 这个香港的民众呢 带着钱来英国最好 他把这个数字啊 我是自己那么细说一下 可能说的保守一点 美国还是说的比较 实在一些 美国说 等于有700多亿 那这 这一块 重大的这个经济利益 这一批富裕的 有技术技能的 有高素质教育的 高端人口的移民 他可不是普通的难民 这是一部分高端的移民 应该是会成为各国争抢的 一块大肥肉 那个是所有国家 民主自由国家 所希望引进的 人才 尤其是像很多这个欧美国家 出现了老龄化的这种趋势 像这么一个好的移民群体 那是求之不得的 中共自己把自己的这个 东方明珠摧毁 把上面的经营赶走 这个真的是 只是为了他这个特权服务 为了保住他这个政权 为了在他的治下 没有一个地方能够 不是他的王府 不是他能统治到的地方 不能发出任何声音 为了这个目的 为了没有反抗 所以认可打烂这个地方 认可让这些精英 离开自己的祖国 离开这个 这个自己生活 世代生活的 东方明珠 中共的无耻下流 和这个蠢笨 这是可见一斑 现在有大量的民众 都在积极的争取 申办这个BNO 据说BNO网站 十分火热 在头一天 这个开通之后 就有数千人在申请 这个 希望所有的民众 都能够顺利的 这个实现他们的移民 在这儿还是像我上期节目 所说的一样 希望你们在办理护照的时候 尽量不要把这个信息往外透露 这个 透露出信息 万一泄露到一些 中共的情报组织 国安警察手里面 它会 以非法制 无理由的 来阻拦你的行程 对你的人生 造成重大的损失 所以大家还是 待在家里 以安全的设备 安全的网络 那个 抓紧申请BNO 拿到BNO 不要计较小的损失 抓紧处理完资产 转移出去 然后人 抓紧走 好了 祝福你们 你们有这个美好的未来 香港同胞们 拜拜 再见